主席我們請蔣部長 請蔣部長 委員好 部長早 今天看到你出席其實我還蠻驚訝的 真的是剛剛像那個林委員所說的 做一天的合唱要敲一天的鐘 那很感謝你到這個時間還這樣兢兢業業的 今天我們討論的是還是長照的問題 那其實從去年5月15號這個長照法三讀通過之後 到現在已經即將見滿一年了 那其實這一年當中其實發生很多事情 那包含了大選 那其實就是接下來的新舊政府要輪替的這個過程 所以其實這當中其實有很多的討論 那包含就是到底是要用保險制或是稅收制這個問題 其實在這段時間裡面其實有很多很多的討論 那今天我們所討論的是說 這相關的執法定定的一個進度的狀況 那所以我還是不免要問一下 當時候我們三讀通過的時候 所做成的這些附帶決議 那這些附帶決議就包含了這些執法的一些修訂 那到目前它的一個進度是怎麼樣 剛剛就是部長有說明一些相關的進度 那我比較想要去了解是說 這一些進度你的大概一個完成的百分比 大概已經有幾成 那以及接下來這段時間 那包含就是你後面還要再跟一些部會 做一些商榷的一些動作 這樣的時間到明年 正式要開辦的實施的這時間 是不是來得及 是 那個跟委員說明 這個裡面包括一個法律 也就是長照法人法 那另外有九個這個執法 那我剛剛的報告裡面有說 我們要分成兩個大塊 一個是部內的討論 然後再進行部外的討論 那部外討論又分兩階段 第一個是相關部會的討論 另外就是其他的這個民間 相關的團體啊 這個服務提供者 那基本上這些法案 這些草案在部內的討論 基本上差不多都完成了 都完成了 那然後呢 部外的討論也有很多已經在進行當中 而且討論很多次 例如長照法人法 我們部外討論 就進行了八次的會議 那還有一個是這個設立標準 那因為大家很重視 我們也跟部外討論了這個八次 另外它的這個長照機構的設立 許可跟管理辦法 已經討論過三次 那還有的討論了一次啊等等 所以目前都積極在進行 我們是頗有信心啦 年底之前一定可以完成 所以是在今年度的年底之前 那我就想要問說 如果說真的新政府他上任之後 那是採這個稅收制的狀況的話 那對於你們這些事前的準備工作 會不會有所影響 對這些的法其實是應該是沒有什麼影響 對這個法規的訂定啊 但是對於未來的執行 我剛剛也報告過 如果是用公務預算 不管怎麼樣用稅收制 那就是每年的經費 每年要去 每年要發包啊等等 其實對整體長照的資源發展是不利的 用這個保險 其實可以參考健保 健保在20年前開辦以後 因為保險制度的這個施行 所以其實我們的這個醫事的服務產業 就是相關的服務資源 它的增加值滿顯著的 好 那我大概了解這個部長這邊 剛剛所報告的部分喔 那再來當然就是 剛剛其實一直在講說裁員的問題 然後剛剛部長也有提到 好 但是我覺得其實在今天報告裡面 還是有一直提到就是量能的問題 對 以及就是涵蓋率不足的問題 那其實現在 我所看到之前衛福部的報告 所以現在的這個長照服務的涵蓋率 大概是三成左右 那我想要問說 預計到明年 我們正式去施行的時候 這個涵蓋率可以到達多少 這個涵蓋率喔 我這樣說好了 像以日照368日照中心 那我們現在是達到了241加 那離368還有一點距離 那這一個我們是 在年底之前是有信心 能夠完成368個這個日照中心 那其他的這個我們都有一個相關的這個成長的這個 呃 預估啦 那整個 整個資源平均來講 我們希望增加 每年增加3%這樣來 3% 那所以明年的話 如果現在是三成的話 是33 還是 是這樣嗎 38%了 38 對 38 對不起 所以明年要施行的時候 這個涵蓋率還是只有38% 還是沒有超過4成 好那如果說我們要實施是 長照保險的話 以你們專業的評估 要涵蓋率要高達多少 好才可行 涵蓋率 如果要走長照保險的話 理論上涵蓋率當然是要盡量的完整嘛 好 盡量的完整 好這民間團體他們 有希望說大概要到7成左右 要7成 如果要用長照保險的話 好那現在的問題就是說 我們現在涵蓋率這麼的低 可能三成多 好那我現在問說 會不會到我們施行的時候 其實還是沒有辦法提供足夠的服務 那到最後呢 還是用縣軍去給付 然後提供津貼去給這些照顧的家屬 會不會到最後還是淪落到 就是這個責任還是淪落到家屬的身上 還是國家還是沒有承擔幾這樣的責任 會不會有這樣的狀況發生 我想喔 以我的看法啦 其實長照 家庭還是要負起很大的一個責任 我去年趁參加WHA的機會 到Belgian等等去訪問 也了解他們的長照 他們還是家庭 就是家庭的責任絕對不能放棄的 所以我們的規劃家庭它也是要負責任 只是我們在社會上面政府上面 多給家庭一些資源 包括一些喘息服務啊 包括我們的社區的據點的服務啊 日間照顧啊等來減輕家庭的負擔 好 部長其實我問這個問題 其實我是要反映一個 就是很多民眾的一個心聲 其實現在目前喔 大概還有九成左右的民眾 他還是感受不到政府在施行 這樣的一個政策 所以我們都會希望說 當然是照顧的是家庭 家屬家人要負起的責任 這是我覺得這是在台灣社會 或是很多社會 它沒有辦法去避免的 但是國家怎麼樣投入更多的資源 去協助家屬 去照顧這些失能失智的老人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我只是要反映說 我希望說這樣的一個政策 是可以讓很多台灣人都可以感受得到的 好 那另外就是剛剛講說錯了 人力不足 然後從事這樣的一個服務的人力 其實是年齡偏高的 這問題之外其實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服務分配不均的問題 也就是說其實我們現在很多的資源 是投入在重度的一個照顧的這上面 但是對於輕度的失能或失智的部分 其實好像投入的資源比較沒有那麼多 那我想要請問部長就是說 其實我們長照法第10條到第12條 都有提到說長照服務的項目有涵蓋 就是預防引發其他失能 或加重失能的一個服務 那針對這一塊你們投入了多少資源去做這一塊 因為其實我從你們的報告 以及說從你們網站上面去看 預防這一塊的一個投入來講 好像都是鼓勵就是其他的一個社福單位 或其他的社區去做這些事情 那以衛福部你們現在在推的這一些政策 你們涵蓋了哪一些就是針對這些預防 或是輕微失智或失能的老人 所做的一些工作 我們在這方面努力的方向是 就是所謂的這個社區照顧 也就是在地老化 然後我們用這些關懷據點 讓這些老人家 即便是可能有一點點這個身體上的不方便等等 他能夠加入社區的活動 這樣他能夠活躍老化 那這個是我們一直想努力的目標 我自己的看法是這樣子 我們如果沒有辦法縮短 失能的這些年齡的話 就是這個年稅的話 那其實我們將來長照的負擔會非常非常重 所以根本解決知道 要把那個年稅要把它縮短 失能人口要降低 這個才是根本知道 其實我覺得我們大家都有這樣的共識 但是我們想要知道說 衛福部到底能不能多花資源 投入在這一塊 就是預防性的事情 我們能不能多做一些 這是其實我覺得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然後不管是部會或是其實 委員這邊其實都有 一直有提出這樣的一個意見 但是其實我們比較看不到就是說 我們在這上面的一些實際的作為 那所以這部分我也是要請就是衛福部 再多花一點心思跟資源在這上面 那因為時間問題 我最後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其實我們剛剛在講說 居服務員他的一個待遇不好 所以導致說他們其實都不太願意留在 就是即使他來受訓了啦 那受訓完之後 他還是沒有辦法留在這個產業裡面 還是都會流失 那現在以台北市來講 他們大概有580位左右的居服員 那這些居服員他的平均年齡在大概54歲 其實有點偏高 那30歲以下也只有兩位 那我現在要說的就是說 其實為什麼會年紀比較輕一點的 不願意投入這樣的工作 其實他工作其實非常辛苦 然後他的收入又非常低 那現在呢其實很多都是用排時間的 一天可能排個六個小時 但是中間又很有可能說 那個家裡的老人取消這樣的服務 他可能一天又少了好幾個小時 所以導致說他一個月可能只領到2萬出頭 的這個費用 好所以他當然就想說去做別的工作 可能領的錢還比這個還要多 好那現在台北市他的因應的做法 是他已經開始採 希望要去試辦這個月薪制 那我想要問一下就是 以台北市這樣的做法 他希望說一個月160個小時 讓他收入至少有3萬塊 那再去補通他的交通費 那衛福部這邊的看法是怎麼樣 我們也是這個方向 我們是希望推動是月薪制 而且我記得我上次在文會也報過 我們希望未來的月薪一定是三字頭起跳 這樣才能夠留住人才 好那我想問一下社家所 現在的這個獎勵月薪的實施辦法 已經在開始進行擬定了嗎 現在是因為我們在積極爭取資源 有在做規劃 那同步就是實行月薪 因為有的要讓這些照顧服務員 因應他自己本身的一個需要 不過我們是朝著鼓勵月薪的這個部分 來做一個規劃 那相關的一些細節都還在 積極的爭取資源當中 那有什麼 有比較覺得說什麼時候 這個獎勵的辦法 可以比較明確的去訂出來 就是你覺得資源有了 然後可以把這個辦法訂好 因為現在那個量能提升計畫 長照的量能提升計畫 在106年是已經把它放進去 那我們當然希望能夠盡快的來實施 我們也再積極爭取 看有沒有可能提早 好那其實我覺得這是 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那尤其是剛剛講的交通費的問題 其實點到點 如果你算實行 點到點其實又不算 交通的時間又不算在裡面 其實又會很多人 就不想要去做這樣的服務 那尤其在偏鄉 如果像剛剛講的原住民的部分 它又在那種 一個點到一個點 它的距離又那麼遠 那到底誰願意去 投入這樣的時間 投入這樣的一個成本去做 這樣又沒有收入的這個事情 其實我覺得非常擔憂的一件事情 所以其實這些問題我覺得是 在近期都要努力去解決的問題 然後不然這個量能的問題 一直都不會有一個比較顯著的提升 那即使到明年真的實行 就是實行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服務還是沒有辦法做好 那以上 謝謝委員 好 謝謝